左教授 我们同样也知道 其实刚刚讲了这么多对不对 这为什么要这么热烈的 把这个所有的主战场建立在新竹 就是因为就怕北北逃 让他尽量再冷就好 因为呢可能会冲冲自爆 那我们现在讲完了 新竹讲完了桃园 我们回房到台北来聊聊 台北的部分今天陈时中一出来 果然不知道他的幕僚太不给力 还是他本人真的太不受控 出来讲了这一堆话呢 句句是金句 主要说也让你听一下 首先他当然不断的被追问 跟周玉寇之间能不能管管他 不要打这场污贼战打得这么难看 他说其他人要怎么做 应该要自己反思 这是他第一次的回应 然后后来他又说 这巧心原子就是你的不对了 跳投成中就是投周玉寇 他就说 这样互相带来带去 这样都不好 你要这样子扣吗 那我也可以扣说投给蒋万安 就是投给周玉寇 在场一片鸦雀无声 不光他旁边的这些 幕僚还有这些名代鸦雀无声以外 记者也傻眼 那些公傻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等下也来谈 再来他说他没有办法干涉 周玉寇 不要讲什么 跟要讲什么 我也不会这样的攻击 要切割刀拿出来 刺源刀拿出来了 最后他说 让他很生气的是 你们要一直讲什么叫人格毁灭的一场这个选举呢 你们讲我谋财害命 才叫做人格毁灭 主要说 这一连串的金剧 巨剧都可以被当作标题 但巨剧可能都让他失分了 陈时中我想这段时间可能是他 过去这几年以来 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当然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我想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于前面的这个防疫 本来大家觉得 台湾的防疫做得不错 结果后来到了去年 突然疫情升高的时候 才发现 陈时中本人有很多问题 我们的公务员 我们的医护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我们的民众非常的 有纪律 但是我们的这个指挥官 他爱作秀 所以很多 出了很多的问题 都出在他本人 那我想今天他讲的这些话呢 可能真的是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现在 周玉寇给他带来的这些挑战 所以我觉得这个字下得很好 这应该是 今天的试说心语吧 玉石剧本 旁边这位第一次讲出来的 玉石剧本 没有 我要更正一下 我在9月13号 我笔记上面就有写了 玉石剧本 黄耀明是原创 对 你才是原创 他是原创 而且我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讲的 我们才是原创 对 我在这里讲了 所以玉石剧本我早就讲了 大家可以去看9月13号的大曝挂 所以这个大曝挂真的是很重要 每一集都不能错过 每一集都不能错过 每一集可能都有金句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我其实还是回头想来讲一下这个疫苗的事情 就为什么今天陈时中会陷入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你两年以前 陈时中不要说选台北市长 选总统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 很有可能 民进党的这个 不只是骑兵 而且是救星 创造台湾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奇迹 那为什么会今天落入这样 我认为跟 跟这个疫苗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其中特别讲到了一个高端的这个疫苗 那高端的这个其实 你看陈时中过去的一些种种的作为 很多就是在 保护高端 但是结果高端现在出到什么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 我们现在马上要打了BA5 把BA1的这个疫苗 但是我们的高端没有办法做次世代的延伸 第二个高端现在还没有得到 世卫组织的这个认证 那今天看到的就是日本 现在放宽这个 入境的旅客 但是你要打过疫苗 那他所认真的疫苗里头 就没有高端 所以这些问题当然大家就会怀疑说 那你陈时中 过去不断的在 保护高端 不断的在推动高端 然后蔡总统 赖副总统 都出来 挺高端 为什么 说跟日本的关系 空前最好 有有有 主教授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棒 陈时中今天同时有回应到你这一题 他先告诉你说 我也打高端 然后再者他也说 日本他就是旧规定 现在世界很多人都有可能在不断的 演你新的这些入境的规定 有可能会放松啊 那他说日本就是一直维持旧的啊 他就只承认六款啊 你不忘了告诉你说 承认那六款里面也不止没有高端啊 也没有俄罗斯的疫苗 同样也没有中国大陆的疫苗 所以陈时中就是把这个高端疫苗跟他一再口口口口口里头去否定的去 看不起的这个大陆的疫苗是放在同一个类别了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陈时中真的是选举选糊了 那所以才会金句连连 每一句话感觉都是一把大刀 只是这个大刀是砍到自己了 那我觉得这个高端的这个问题 其实 真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高端现在的情况 全世界目前有授权高端EUA的有哪些国家 除了我们中华民国之外 就是巴拉圭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索马利兰 那所以你看 这个其实这些这个授权EUA的国家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承认高端的有哪些国家呢 大概总共加起来 最新的是今年初的泰国 加起来这八个国家 那其实很多我们 国人常去的一些旅游的这个 国家 包括我们最近的日本跟韩国 到目前都没有看到他承认这个高端 所以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国人的旅游 但我其实 我觉得高端这个问题 不单单是考验陈时中个人的能力 他其实是检验蔡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为什么呢 因为蔡政府一直在推动高端 可是大家忽略掉一点是什么 他牺牲了台湾非常难得的一次宝贵的机会 什么机会 韩国在 这两年已经成功的取得 莫德纳的 生产代工权 那我们国家的这个 制药产业生技产业非常的发达 也是我们 国人非常骄傲的一个产业 但是 政府把他的有限的资源拿去投入在高端的发展 生效如何 到底你的资源 有没有效果 到底谁应该为这个错误的政策来负责 我认为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看陈时中 这一连串的乱象 之于 我们要很 认真来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试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产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